我們看一下這個題 他說向量u和向量v 為平面上的兩個單位向量 什麼叫單位向量 單位向量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向量u的長度是幾 1 向v的長度也是幾 1 所以說單位向量代表什麼意思 這兩個向量長度 也就是絕對十多是幾 1 那屏幕就說內積為幾 2分之1可見把向量u 動作向量v等於幾 2分之1 好 學到這邊了 題目重點要求什麼 求夾角 求向量u和向量v的夾角怎麼算 麻煩你 求夾角麻煩你想到什麼 向量夾角的公式 cos等於幾 今天要求向量u和向量v的夾角嗎 所以分子部分 把向量u動作向量v 除了分母部分 把向量v和向量v的 極略值擺上去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cos7打怎麼寫 來告訴我 現在u到向量v四起 1 2分之1 對吧 這邊 向量v的長度四起 1 向量v的長度四起 1 1乘1 1 算曬四起 1 2分之1 cos7打等於2分之1 告訴我 夾角四起路 60度 這樣可不可以把這邊看一下 OK